大家好,我是蔡律师,我们在新闻名律师事务所 我们这个视频的题目是 面对绿卡排期停滞 怎样保持在美国的签证身份 也就是怎样应对 那么我们最近看到呢 刚刚移民局公布的呢 是2023年7月新的绿卡排期 大多数类别呢 仍然没有动静,没有前进 在有的呢所谓叫Rest of the World 中印以外,1B3类别呢 还出现了排期倒退 那现在存在的一个问题呢 绿卡排期过去几个月呢 没有怎么前进 全世界都有排期 不光是中国和印度 那区别在于呢 中印以外 其他地方出生的人呢 排期时间会短一点 但是呢 他们如果办一般的 1B2,1B3 或者大多数亲属移民 这样类别也一样要有排期 那相应的也就造成呢 没有所谓的剩余名额 其他国家用不完 能够给中国印度 现在其他国家也要有排期 所以像1B2,1B3 这类雇主支持的移民项目 那这个它就没有额外的名额 给中国印度 中国印度如果只能用自己的名额 是多少呢 2800 1B2和1B3 各是2800的名额 包括有家属 那这样呢 也就造成了排期呢 前进比较缓慢 那这是一个客观问题 那怎么样能够解决呢 我们此前也预测 首先呢 到今年的10月 新的财政年度开始 我们预计呢 排期也会有相应的前进 这个排期呢 不见得是real time 就是直接和对于移民签证 对绿卡的数量直接挂钩的 那有时候也有超前和滞后的问题 比如说现在哪怕有很多人要申请 但是呢 国务院移民局 每晚排期 先往前多前进一些 这样呢 建立所谓叫库存 有更多的人 有资格 有条件来提交申请 这个也是允许的 这是一方面 那另一方面呢 我们看到 印度申请人 因为好多在美国做IT的 那么赛翁师马 任何事情有两面 对吧 那他这个拿到H1B数量比较多 看起来这方面比较成功 那另一方面呢 他这个1B2 1B3 存在有严重的积压问题 排期要等好多年 可能要十来年 好多人吹嘘 讲的说 哎呀 在美国的印度人好厉害 比中国人厉害多了 收入也高 然后职位也高 中国人按在地上摩擦 动弹不得 但另一方面 我们也看到 印度人也并不是万能的 这一样的 他们说的这么厉害 那他自己这个 为什么绿卡排期 这个问题长期没有解决 对吧 此前有所谓 这个要去除国别配额的 这些法案运动 但是花了很多功夫 也并没有成功 那这个说明什么呢 这个绿卡排期问题 这个也是实际长期存在的 对吧 就像有的人 虽然讲到的印度人 在美国好像 收入也比较高 然后职位也多 仍然面对这样的问题 那作为个人 你能够做的 整体这个形式 可能不容易 在短时间内改变 但是如果你符合条件 当然可以较早的 来提交申请 让自己在队伍里 有一种较早的位置 相应的就会好一些 比如说 那如果你现在办理 那就比一年两年以后 要办理 那情况可能就要好一些 对吧 总有一些人 因为各种原因 拖延症 他可能等待的时间很长 来给自己造成不变 那我们这个视频 更多的呢 还要讲到说 如果我的申请 已经提交了 140或者130 已经批准了 现在我在等排期 那么我能够做什么 这里呢 尤其是一些人呢 比如说他已经在美国 他已经有H1B 或者F1 或者B1B2 签证身份 那么本来想着说 我很快就能够提交S 但是现在呢 因为排期 没有移动 没有前进 所以我还要继续等待 那也有一些人呢 是在中国 本来说办移民签证 但是我们知道呢 因为现在 这个美国驻华使领馆 他也有一个人手的问题 人手不一定充足 然后呢 比如说每年 还要给很多学生 留学生 发放新的学生签证 现在呢 大家可能看到 我也有一些视频文章 提到 现在在中国 办理美国的各类签证 包括移民签证 和非移民签证 还要等较长个时间 要等预约 有的时候排队也比较长 所以呢 那在中国办理移民签证 也有不方便的地方 我们此后也有别的视频 会讲到 在中国办移民签证 如果被要求补充材料啊 背景调查啊 然后或者 甚至申请因为某些原因 比如说工作背景啊 组织成员身份啊等等 造成身体被拒 要怎样来处理 从这方面来说呢 在美国会好一些 因为你排期到了 交了485以后 不用别的签证身份 就可以留在美国 所以呢 比在中国办移民签证 要快一些 你办法来说 在拿到立卡以前 也就可以有更多的灵活性 但是回到前面的问题 如果我排期还没有到 我就不能交485 那不能交485的时候呢 对大多数人来说 还需要另外独立的保持 在美国的签证身份 那怎么办呢 有几个办法 一个呢 当然你可以转成 B1B2签证身份 然后也可以延期 比如说 拿H1B签证身份的人 有的人因为各种原因被lay off 这个要换工作 如果一时找不到别的新的合适的工作 怎么办呢 那你可以提交I539申请 转成B签证身份 前一段美国移民局不是也专门讲到了 用B签证身份呢 可以允许在美国找工作 虽然你不能直接工作 但是呢 留在美国继续找工作 作为过渡是可以的 然后如果过后你又找到了新的工作 支持这样的签证的雇主 可以重新申请新的H1B 如果你原来已经拿到过公司的H1B 你可以不用再抽签 如果你的140已经批准了 H1B可以延期超过6年 所以这都是有利的地方 中间如果一时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 像刚才提到的 你可以临时转成B签证身份 作为一个过渡 这是移民局允许的 那么有什么注意事项呢 以后我们和B签证延期一起讲 除了这个以外呢 如果说转成B签证 我只能短期解决身份问题 对吧 有的人说我在中国办了投资移民 或者我办了EB1 EB2 或者其他类型的移民 后来呢 我先用B签证等等 我到美国了 在等待这个排期 排期一到 我就准备交485 但是现在一看 哎呀 这个排期还有一年 就一年多 那么可能要等好久 才能排到 另一个办法呢 你可以考虑转成F1签证身份 我们最近也有一些客户是这样的 他已经交了绿卡申请 已经批准了 140 但是还在排期 还要一年 或者更长的时间 他取得了当地 美国当地的学校的录取 然后呢 取得了I20表 提交了转F1身份的申请 提交了这类申请以后呢 就可以继续合法 待在美国 等待处理 这位申请人呢 他大概半年左右 取得了F1的批准 那么这样呢 他主要继续在美国上学 这个F1可以拿几年 就不用像B签证这样 要这个六个月 就延期一回 同时呢 顺便讲到 也有一些家长 比如说陪孩子 在美国上学 那家长希望能够陪同孩子 那一样 如果你用B签证呢 一次只能待六个月 延期也只能延六个月 家长也可以考虑 在美国 比如读商科 读MBA 读其他的学位 你在美国上学 孩子甚至也有可能 作为dependent的家属 上公立的中小学免费 然后呢 同时你有F签证 可以等这个 绿卡排期 可以有更长的时间 更灵活一些 所以有的人呢 也可以用F1 CPT来工作 那这也是一个办法 还有的人呢 比如说 我的绿卡排期 快要排到了 或者呢 我有家人来这里看期 希望能够更多的延长 这个B签证的身份 那我怎么延长呢 过去有的人讲到 有这个疫情的理由 机票不好买 隔离的限制 旅行有风险啊 等等 那现在呢 就有一些理由 可能就不那么有说服力了 当然你还可以说 机票好贵 我想等着机票便宜了再买 这个理由就不是那么充分 对吧 那这个移民局不见得要 迁就于你的 这个具体的 这方面的偏好 怎样更好的取得 比如说 B托延期的批准呢 有几个方面 当然首先呢 你要表明 我有足够的资金财力 在美国这一段时间生活 你可以提供收入或者资产的证明 因为B签证不能在美国工作嘛 你有过去的存款 或者是家人亲属的收入 就可以 还要什么办法呢 那你需要表明 我将来比如说是要离开美国的嘛 B签证是非移民签证 对吧 不管是你转F1 还是B2延期 那你需要表明呢 和国籍所在地和中国 有相应的联系 比如说你在中国有房产 没有意向要放弃等等 那除了自己空口说呢 你要有相应的书面证据 这方面 我们也可以帮助申请人来准备 还有什么呢 那你要延期 你需要有个理由 为什么要延期 我想留在美国继续好找工作 我想等着排期到了 提交我的485 或者我想帮助孩子照看小孩 那这些明显不是合适的理由 对吧 用B签证是非移民签证 是旅游探亲签证 不能在美国工作 那什么样的合适理由 比如说有的人提到 我希望在美国具体 去什么样的地方旅行 我已经制定了相应的旅行计划 或者我已经买了机票 订了酒店等等 那么有一个具体的itinerary 这些 这个呢 都对于B2延期会有帮助 所以总之呢 那几点 你为什么要延期 要有个合适的理由 那你延期期间的生活来源 要有一个说明 然后你将来还有这个intention 会离开美国 那不管是你转成F1 还是B2延期 都要表明有这个意向 所以可以提供一个statement 解释情况 好 那总体来说呢 我们讲到现在呢 因为利卡排期前进比较缓慢 排期还没有排到 所以呢 还需要延长当前的签证身份 或者转换成其他的非移民签证身份 然后等待排期排到 那么怎样来保持在美国的身份 怎样延长和转换 我们刚才讲到了各种情况 注意事项 各种方法 有更多的问题 可以联系我们 谢谢